台下三三兩兩 有的坐在位置上聽課 有的忙著追小孩或抱小孩睡覺 這一天是在彰化 舉辦親子供學的第一次體驗 就是有心當的小孩 只要不打不威脅 不用理由 然後把私在對待你 你不打不罵 好像是小孩子就不會聽你的啊 孩子教育 另外一面就只能是溺愛教育 就看你要怎麼去拿 你的那個詞語 現場超過30對父母親 對自學結合供學的想法有興趣 有趣的是近年來少此化 但是申請自學的人口卻逐年增加 從早期大概幾百人 目前的統計應該有四千多人 當然翻轉它大概有成長差不多十倍 可是像我們現在的國中小人數 應該有加近兩百萬 其實在那個比例上面 其實還是沒有得那麼高 以教育部統計處近五年數據來看 自學申請總數從2011年 1851人次 攀繩到2015年 3456人次 但僅佔入學人數的百分之零點零零二 所以這個自我進化的能力 是怎麼樣能夠透過自主學習培養出來 我認為這才是一個最終極的 部分自學團體希望追求的 是啟動孩子自我進化的能力 像是江金宋老師 曾經在森林小學擔任12年的老師 帶領孩子們一起尋找學習的新方向 自己有了孩子之後就決定 辭去工作專心在家 為孩子的自學做準備 我覺得孩子的空白時間太少 所以我們透過自學那樣的方式 我們會有更多討論的空間 更多看到各個孩子個別差異 江老師採一週排課一週每課的方式 讓孩子能有空白的時間 來沉澱消化學習到的心知 到江老師家採訪這一天 剛好就是孩子們的自由週 印刷書還沒有發明以前書 都是用手抄 所以挑了一本想看的書 八歲的品評邊吃早餐 便好奇地問媽媽所有想知道的問題 他們堅持不想為了拍攝而換衣服 或是梳頭髮 江老師也都尊重孩子的意願 採訪過程中 也都以回答孩子的問題為優先 我就很清楚我想培養一種 可以教出一個nice小孩的能力 不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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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就是很很棒的孩子 我就不會要求他們 我就不會要求他們 我就不會要求他們要 那等一下你要不要先自己去弄 那學校框架它其實一樣有個限制 不好意思 等一下 那個就是 現在妳小孩有沒有考試 沒有欸 常常還是有她更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保持那個彈性 不想看書 所以十歲的和和在一旁盪鞦韆 共學的同學米寶 則賴在吊床上發呆 這兩個在野外才看得到的設施 是曾爸爸特別幫他們一起 在牆壁上挖洞架起來的 有趣的是 曾爸爸是雙溪國小 也就是體制內教學的老師 卻選擇讓孩子在體制外自學 應該是說學習方式有很多種 如果你也沒有說一定是對一定是錯 曾爸爸在乎國文數學等基本科目 一定要抓緊學習進度 但將媽媽認為 給孩子學習後沉澱空間 才能激發孩子自主創意 像是這禮拜和和跟平平靠著在家 找到的幾個零件 手工做出了台式飲水機 用吸塵器加上紙箱做的方形框 變成了近年很夯的無扇葉風扇 甚至用類似樂高的玩具組成橋樑 加上水管 就變成自製日本流水面線 用軌道玩具車做成迴轉壽司 孩子們無限創意 都是在空閒的自由周想出來的 但為了在國語文等學科上 能符合曾爸爸的期望 將媽媽靈機一動 讓孩子除了在家自學之外 也結合團體共學的方式 在同儕的刺激下 激動孩子更多學習動力 這次擔任過老師的 是郭希宇媽媽媽 她選擇用桌遊來教中文 她會一直非常動腦筋去想那個語言的呈現 那我覺得這個是語言課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有一個小女孩很喜歡表演戲劇 可是她很害怕上台 可是她常常坐在家裡想像 第一張組是小熊和小男孩分開 然後小男孩決定要回老家住 但她不會怕鬼 然後她就覺得老家好像有鬼 所以她就扮成鬼 不知道我今天就是不小心 不想上課的還有她 馮敏行 她是國文老師郭希宇的兒子 我就覺得那裡很無聊 所以就跑來這兒了 不想她很自由嗎 自由 然後為什麼 站著多著躺著趴著都要快樂 一下晚課所有共學媽媽們 馬上坐下開會 檢討課程優缺點 透過自學我們看到的 是孩子的快樂與多元學習 詞曲曲 李宗盛